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谈一下这个新疆棉花事件的一些内部吧 主要就是为什么掀起了新疆棉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按照我们前一阵的理解呢 导火索呢就是中国开始抵制这个HM 实际前几天呢所有的媒体呢都是顺着这个思路呢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我这几天观察以后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啊 好像是不符合逻辑 怎么中国会突然提出来抵制HM呢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总有一个因果关系吧 它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事件呢 而且在中国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呢 难道说这个事情是凭空产生的吗 是突然出现的吗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呢前一段时间啊 可能大家呢也是被这个广告效应所迷惑 因为从这个HM以后啊 立刻就出现了耐克呀阿迪呀 这些品牌呢都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啊 有深刻的记忆 所以当这些字眼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的关注度呢 自然是被引到这个品牌上去了 实际呢 这也是中共想达到的效果 这个事情本来不是这样的 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而且是通过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到前几天被引爆的 引爆点 只不过是中共呢选择了HM这个品牌 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啥呢 实际大家都知道 就是前两年啊 中美贸易引起了这个全世界呢 对中共的这个人权关注 还有新疆问题的关注 这个事情啊 可以说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呢 都被它放大 以前呢这些事情都是单个的一个现象 随着中美贸易战 还有这个疫情这个事情 中共的问题呢 显得尤为突出 把这些事情放到一块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 原来中共干了这么多坏事情 各个方案呢 实际都在给中共施压 这里头呢 表现比较积极的 像这个BCM这个棉花组织 实际啊 它从2020年的3月份 就已经停止了给新疆棉花 发放这个认证 这是去年3月份的事情 然后到了8月份呢 它给各个品牌呢 就发出了抵制新疆棉花的仓益 像HM耐克阿迪这些品牌呢 就积极的响应 然后呢 2020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呢 美国海关呢 跟边境管理局呢 也给各个企业呢 发了禁止进口新疆棉的这个通知 实际这些事情呢 在HM这件事情爆发之前呢 已经发生了 但是中共把这个事情呢 都掩盖着 没有对外公布 在这个之前呢 中共也在积极的处理这个事情 想把这个事情呢 就是按住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还是用它那套办法 我想它这个里面 肯定也对BCI这个棉花组织呢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这个组织 可没有吃它那一套 然后呢 美国这边呢 更是没有吃它这一套 因为去年九十月份 还是川普在任 包括川普在一月份的时候 还强调了这个问题 要对中国进口的棉花呢 进行一个制裁 这都是在一月二十号 川普总统下台之前 已经定好的策略 但是中共呢 想把这个事情按着啊 想着拜登上台以后呢 把这个事情做一个翻盘 没想到拜登上了台以后呢 并没有推翻这个政策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新疆的棉花还得重呀 这个棉纺织业还得搞呀 这些产品还得出口呀 要不然习主席拿来的钱花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他就压不住了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又拿出了 他们那个法宝 就是撒泼耍恨 就是我这样一闹 把你们这些品牌都吓住 然后乖乖的跟我中共合作 因为前面呢 他有成功的例子呀 你像抵制这个日本车 抵制这个麦当劳 抵制韩国的那个超市 最后那些国家好像都屈服了 对不对 为了赚这个钱 都跟中共妥协了 那么这次他一看 前面的谈判 公关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继续用他的绝招 就是撒泼撒赖 挑了一个影响力比较小的品牌 而且国家比较弱的 就是瑞典的HM 那么这一下呢 就接上了 就是前面啊 也有很多轮的这种 可能谈判公关吧 都没有搞定 这次呢 好像是西方这些国家 甚至是这些企业 这些品牌 就是要联合起来 围剿一下中共 来给中共一个教训 就是没有推却的 在前两天的那个节目里头 我说有个那个意大利的品牌 菲勒 可能叛变了 最后呢 大家都纠正说 那个品牌呢 已经被安踏收购了 他算是一个中国品牌 那么我们看 后面的这些外国品牌 到现在还没有退的 那么后面会不会有被的呢 那么我们再持续关注 那么讲到这儿 就跟前面这件事情呢 就接上了 我们以前只是说 HM这一段啊 开始往后说 好像缺少了一个前传 那么今天我一说呢 大家明白了 不是没有前传 是有前传 是中共呀 最后没有办法了 拿出了他的看家本事 耍坡耍赖 但是呢 这次他的这个策略 完全失误 西方没有认这一套 他现在很难受 我今天啊 在国内新闻里头 扫了一圈呢 这个口气 已经开始慢慢的放软了 而且有一些 比较正面的文章 就是来算这个账 有人开始算账了 就是你这样一诺啊 把中国就拖垮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呢 就是出口消费与投资 实际这几个是相互的啊 你有钱才能搞投资吗 有钱才能消费吗 那这个前提是啥呢 那你要有良好的出口 才能换来万汇 国家才能搞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呢 就是昨天我那个节目里头说的 这些五毛粉猴呢 他就根本不懂这些东西 他就没算这个账 那么中国在出口产品里头呢 有两大项是最厉害的 一个是电子产品 一个是纺织品 这两个占的份额差不多 就是纺织品呢 略微差一点 那么这个份额有多少呢 现在完整的呢 是有2018年的数据 2019年呢 比2018年的略微降了一点 那么我们就说 2018年的数据 因为当时是中美贸易战 刚开始 中美贸易之间的总额呢 是大概7000亿 美国向中国出口呢 是2000多亿 但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呢 是有5000多亿 这就是当时川普不愿意的 川普就问啊 为什么美国的贸易逆差 有3000多亿 这就是根源 川普要降低这个贸易的逆差 那么这里头 纺织品是多少呢 大概占了2760亿 是这么大一个份额 就是5000亿的将近一半 是纺织品 然后另外一半呢 就是那个电子加工产品 像玩具呀 一些小电器呀 包括电视机呀 这些东西啊 那个是最多的 然后呢 就是纺织品 余下的可能几百亿 才是别的那些产品 加在一块 所以呢 中国的纺织品啊 对外的出口是多大的一块 那么这只是美国的 那你还要看看欧盟 还要看看日本 这三个地方 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的 最大的三个市场 不是像那些五毛粉红认为的 这个中国的出口份额 是华为撑起来的 华为能占多大的份额 在国外就没有影响力 就是中国对外出口啊 最大一块 还是轻工业产品 这里头含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纺织行业啊 是一个劳动力 用功非常大的一个行业 那么这个里头 据统计 纺织服装行业的 直接从业人员呢 大概有1563万人 加上各体工商户 和这个农业领域的 农民等等人员呢 为2300多万人 如果再按照家庭来统计呢 那就是直接影响到 大约8000万人的生活呀 这个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如果纺织品出口这块 没有了 那就是直接影响到 8000万人的生活呀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昨天我在节目里头 已经说了 这些品牌 在中国的市场啊 都是占他们的市场份额的 百分之十几 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 所以最终你制裁下来呢 你是把自己的饭碗砸了 你并没有影响到别人 就是你造了那么多东西 一多半是出口 是给国家挣钱的 那么你把这个一抵制 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呢 是在加紧跟欧盟 跟日本谈判 现在呢 在这个BCI棉花组织的倡导下呢 就是对这个侵犯人权 跟强力劳动这个事啊 现在是美国 是积极的响应 现在呢 中共最怕欧盟跟日本 如果再加入到这个里头来呢 那么他的这个棉纺织品的出口 彻底就完蛋了 他也是很害怕的 所以他用的终极耍赖这一招啊 这次是完全失误了 没想到人家不认 那你想嘛 那几个一线品牌一抵制他 接着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 再把他一抵制 海关再把他一封锁 现在他真是很难受呀 如果欧盟跟日本 再跟美国一战队 他完蛋了 另外这里头还有一个是 为什么这个棉花组织啊 能倡导这个事情 这么多企业来跟呢 因为他们也找到了 这个替代的地方 估计还是往印度那边去转了 而且根据这个 纺织品的这个特点呢 一旦产业转移过去以后 再想弄回来啊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中共在对待这次 BCI这个棉花组织 这件事情上呢 我认为他完全失误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事情如果持续发展 他不能有好的一个结果的话啊 那么他影响的源头呢 就是新疆 因为中国棉纺织业的龙头呢 就在新疆 因为85%的棉花呢 是在新疆出产的 这些完了以后 才分配到各个地方 采取纺织呀 采取织布呀 采取造东西呀 对不对 它是一个龙头 那么这个对新疆啊 有多大的影响呢 在新疆 南疆呢 是主要种棉花的地方 大概南疆90%以上的线啊 都种植棉花 种植面积占到当地农业面积的 60%以上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量了 然后据2019年的统计呢 新疆有一半以上的农民 也就是有700多万人呢 都是从事棉花生产的 这里头的少数民族啊 又占了70% 牵连着将近500万 少数民族的生活与生计 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我们简简单单的 看到的只是 抵制了几个服装品牌的问题 这个事情弄不好 可能中共呀 从这个地方 就产生了一个坍塌的缺口 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们首先从人口就业来说 第一个 新疆将会有700万人 没有工作了 对不对 你不管是农民 还是这个纺织厂的工人 他将会减少工作 甚至是没有工作了 因为你种棉花卖不出去了 你肯定不会种它了 与之相关的产业也会萎缩嘛 然后再往后看呢 辐射到内地的纺织业呢 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 国家统计的直接相关就业人口呢 是2300多万 影响到家庭的人口呢 就是8000多万 那么你想想 这一下八九千万的人的生计 出现了问题 难道说对习近平 他不是一个打击吗 所以这个棉花事件呢 确实中共要认真的对待 那么对待的根源是啥 那你要在源头找问题 源头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指出的 你这个人权问题 跟强制劳动问题 你要解决这个根源 这个问题也许才能解决 如果你还不在那个根源上去解决它呢 可能这个事情是越演越厉 越来越不好解决 最后整个产业移走以后 人家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可能那就是最坏的结果 中共的日子可能就很难过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前后啊 进行的梳理 把这个新疆边事件的前传呢 在这补上 而且呢 把这个事情如果发展到最坏的程度呢 对中国的影响呢 也给大家来检要的分析了一下 那么最后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新疆这个棉花这个事情啊 检要的介绍一下啊 那么新疆这个棉花呢 这里头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一个长润棉 就是那个棉絮比较长 那个在棉花里头算是极品 另外呢 新疆的棉花呢 还有一个特色品种 就是采棉 它那个棉花就是自带颜色 那个采棉纺织品 做出来这个服装呢 那就算比较高档的服装了 那都是天然的颜色 不用瓢染 真的啊 这个天山采棉 还是非常出名的 但是那个种植面积比较少 那么种植我们就不说了啊 就是棉花这个采栽啊 我们可以说十几年前 可以说90%都是人工采栽 每年呢 新疆要到内地啊 招很多采棉工 到新疆去采棉花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就是公开的 每年它有一套这个机制 因为这个棉花嘛 也算是一个国家战略物资 实际那个政策呀 从六七十年代就一直有 一直延续下来 那么就是人工采栽 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因为人工采栽呢 采的也比较干净 这里头呢 就是前两天华春莹说的 现在新疆的这个棉花呢 说是八九十都达到了 这个机械采栽 那它是完全胡说的 现在新疆的机采棉的份额啊 可能连一半都达不到 可能百分之四十多 那么这个机采棉呢 现在它主要是 集中在种植大户这一块 因为这个机采棉啊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要种专门的棉花 就是机采棉 它要适合这个机器采栽 它为了这个 在收割棉花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杂质少一点的 在棉花快成熟的时候呢 要打几次那个落叶树 打完以后呢 就是棉杆上的一部分叶子呢 就会落下去 然后棉花成熟以后呢 采棉具再去收割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采棉具收完以后 你看那个地上啊 就是零零星星掉的棉花呀 也是白的一片 确实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种植大户呢 因为它的地比较多 它雇人来弄这个事啊 很麻烦 所以呢 它就采用一个折中的办法 哪怕我少振一点 但是呢 我把这个实现机械化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更多的家庭 你比如说 种那几亩地 十亩八亩的 那样的农货 都是人工采栽 这个没有办法 而且摘棉花 没有干过的人不知道 那个棉花是不高不低呀 你刚好采的时候 要弓着腰 简直是难受得很 那个都我干过 太难受了 所以新疆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的 现在新疆还有一个产品 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番茄酱 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西方的抵制 再牵扯到番茄酱 那么中共在新疆的统治 就快破产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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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